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大家好! 最近,亦都在网上收到一篇的文章 这次讲的题目,都挺有趣,挺有趣的 他就是说,2020年,我们全球都面对新冠肺炎的问题 就是了,导致我们要做 impartialative 当保护性质的时候,大家都带上口罩 有些人带,口罩时才发觉有 Уness! 戴着大虾时好像是有口臭味的 因为日子都要戴着口罩长时间 初头,有些人觉得,可能买了一些不太断杂的口罩 所以有股味在这里 换过后,原来发现不是,原来口臭都是自己发出来的 令到有部份人士觉得很苦恼,为什么戴口罩才发现自己的口臭 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想到,口臭的成因可能是因为刷牙刷得不好 或者里面有牙周病,有些问题 一般都可能会,有听我们网台的观众 听众都知道,有时候可能做一些油拔法 或者用一些姜黄粉,或者转牙膏 来清除口腔的异味 但是做了这些问题,这些情况之后,都觉得没有改善 其实大家可能就要去想,就要有一些严重一点的问题 是不是?原生可质 是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几号 他说,不论男女,如果发现身体有三种臭 可能肝已经烂得好像丝妄那样,千万不要大意 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有点口气 尤其吃了东西 尤其是今时今日,我们的心卷期间 大家煮了一些洋葱汁 喝了洋葱汁之后,很多人会问得到,口气很重 或者吃一些蒜头 这两个简单的防心灌流感的工具 都会形成有口气 大家都知道,有些人的体味很重 尤其是有些人的饮食习惯 吃很多咖喱,吃很多香料 自然都会发出身体有种口味,有种味道 我也知道,有些人说,老人有种体味 就是老人味 就是可以看到,为什么老人往往会发现有这些 当然不是所有老人都会有 其实他都反映了身体有些毛病 或者发挥得不太好 所以这篇文章说到 原来当你发现有这些三臭 寒臭、口臭、尿臭、放屁 那方面当然很好 他有机会肝是有严重的问题 我自己记得,很多年前 我在我的神经科学院有个同学 他不需要没多久,结果有肝癌,过了身 我记得他当时有口气的问题 都挺明显的 但他说的,你记忆之中 他就不是一般的那些 而在文章上说到的那些臭味 是很严重的一种臭味 不是我们一般 可能你刚才说过 吃了一些特别的香料 特别的食物的味道 那些臭的那样 总之当然这种臭的腐烂味 就是口气、口臭的人 都知道是难闻的那些 总之呢,如果你有这些情况 当然,如果我们说口气很重 口味重 那一般人都知道 噴一噴一噴 就是会噴一些口 那些 或者有时吃香口胶 有些浓味的东西 就是会清酒的 现在说的,很多时候 你一般可能的问题都处理了 譬如,第一,口气 第一,就是那个消化问题 是吧? 那如果你的消化问题 就是想办法去处理 譬如我喝酵素 吃个益菌 或者清一清那个腸道 舍一舍它 用草药 我们经常用Capsule-C 一个西草药 帮你清洗的 那你试了之后又不太帮助 那看看牙周,会不会牙周病 那你检查一下牙齿 好像有些 可能有些隐蔽 不太清楚,看不到 那你会试一下 用那个油笔 我们在网堂也教过 那当然,要近些刷牙 刷得密些 那也有些人 会用那个薑黄粉 这些对牙周病 很有效的这些香料 喝也好,刷牙也好 那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性 是鼻豆炎 对不对 那是鼻豆炎很容易看到的 就是,看看有没有检查一下 有没有鼻肝是否鼻塞 常常有些鼻闻臭臭的感觉 那这样 那可能都是这些途径 那也都可能呢 那一个口刊 哪一途是发炎 那些这样 那就是,其实很多方面呢 你都有机会令到你口臭的 那但如果你去处理了 就是企图处理之后呢 都不行呢 那这个呢 就可能呢 那这个问题可能是更严重一点的 是一个危险的警号出来 那这篇文章讲呢 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肝癌的先兆 那好了 那当然呢 那这篇文章讲有三臭 那这篇文章呢 第一就是寒臭 那你知道呢 通常呢 我们会通过那些口刊 发出一些安气之外呢 那通过液体呢 都会排的 就是身体 当你有些 骯髒物呢 是多的时候呢 那身体呢 就会企图 用不同的途径 排它出来 排走这些这样的 腐烂的那些物质 那除了口口呢 都会有个寒 那很多人都会有的 那有些人发现呢 它是 寒味很严厉 那尤其是咕咕底的那些 那有些什么糊臭啊 之类之类的 那这个也都是一个 可能因素 那但是现在说 这个的汗臭味呢 都是一种 就是腐烂那种的感觉 不是一种典型的糊臭那些 或者酸的汗味 有些人有酸的汗味 那其中一个地方 我们身体会企图去排毒呢 就是那个用那个尿 OK 当我们的肝脏功能 出现異常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胆红素的抑制能力呢 就会下降的 那此外呢 那个消化系统呢 都不能够正常 进行正常的运转 那肝癌呢 就会自然而出现了那个 那个尿黄呢 就是出现那个尿黄呢 尿不尽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呢 那同时呢 尿也都会有一种 酸臭味的 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人体的力量是无色无味的 那但是如果是 就是一些大黄 那但是清晰也很清晰的 那我们在 在我们的诊所里面呢 我们很多癌症病人呢 我们都很多时候 都要用那个尿去看的 那但是当他发现尿很足的时候呢 你知道呢 他内臓是很差的 OK 那所以会很特别的 那尿臭 那第三个臭呢 他说呢 就是放屁了 那屁臭 那当然放屁很正常的 那一个人呢 平均一般都有十次十五次的 正常情况之下呢 放屁未必有声音的 可以慢慢地放出来的 没什么味道的 那所以在公众场所 出现都未必会尴尬 但是 当你的肝状出现肝炎啊 肝癌之后呢 就会发出那些 那些皮呢 是很臭的 那些安气呢 就会通过腸道呢 就排出来 令到很难接受的 那所以 当你的身体呢 出现这些这样的 就是那些臭气 嘔气啊 那个臭气啊 那个臭气啊 那个尿液那些之后呢 其实我们要好一点要留意 就是要进一步 就是要小心去处理它 那 那虽然这个文章挺有趣的 就是我自己都记忆之中呢 都有一些同学啊 朋友啦 那都是很早是肝癌的 我记忆之中呢 他都是好像有口气这个问题的 因为你平时日常生活 我看到他呢 他们很喜欢噴那些 那些脱口气的那些味道 是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 有这些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 就是经过正常的处理呢 都不行呢 那就要深入去想的 那当然了 就是现在的人呢 今时今日那个 就是身体那个 一般维生的那个 那个责怪应该ok的 是 就是不会说收伤臭汗 是 那当然了 有些人有狐臭啦 是 那有些特别的菌 在那个 那个 那个脚底的那些 那些 那些汗液的那些 那些是滋身的 那但是你都可以有办法 去处理得到 是 那即是 那如果你试过很多方法呢 去处理 这些的身体 的体系呢 都不行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 你要开始要 考虑呢 可能你的肝 真的很有嚴重的 的 潰难的了 那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是吧 就是有些年纪大的人 都会有这些体味 我觉得健康的人 是不会有的 是 就算这些年纪 怎样大得好呢 都是不会有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就是真的 如果发现自己有这些 不尋常的 的 的体味 口味啊 汗味啊 尿味啊 那这方面呢 我相信呢 大家真的应该要去 跟进一下 检查一下身体 到底是否有没有 更加严重的问题呢 因为真的呢 如果肝癌这一爆发呢 就是通常的烂都很差 才有症状的 一般情况之后呢 肝癌没什么事的 不感觉有些什么 異常的 又不会痛又不会性的 那但是真的一爆发呢 就很多时候你都听到啦 一爆发呢 就肝癌未期啊 就救不了的 ok 都比较是 就是早期的时候 真的都比较难 就是检测得到啊 可能只是看到一些 可能就是说 那个 就是现在新的科技 可能就是厌血啊 看到指数高啊 些什么 但是都未必一定可以 很准确地说到的 但是如果今天这篇文章 我们看到的提示 作者提示 我们就是说 如果出现了这些异常的 刚才说的三种的体味 而那些文章 形容到那个 体味就不像 刚才我们院生提及过的 一般可能 可能现在那些 就是年轻人 或者他打完球 一针酸酥海味啊 或者他们的 饮食上面 肉类多 可能有些少少酸味 那些就不是那么简单 是你觉得好像呢 文类好像是一些 腐烂了啊 腐烂了的鱼啊 腥臭啊 那些这样的味道的时候呢 那就真是身体比起我们一个警示的了 其实呢 我相信呢 在看这篇文章之后呢 其实我们觉得呢 如果我任何人呢 发现自己身体真的有体味 其实都应该要去处理它 就是不要当它很快 就沖多几次凉了 其实是不应该有的 身体是不应该有体味的 除非你解释了一下 你刚刚吃了洋葱啊 那些咖喱花啊 可以解释到呢 嗯 其实正常的人的身体 不应该有体味的 是的 应该 那如果有的时候呢 你都是要去处理它 就是不要当它 沖多些粮啊 噴多些香水啊 那样 其实是不行的 就是你会将那个问题呢 可能是拖到呢 到后来呢 根本就是太迟了 是的 没错 我们在这个网台上面 经常呢 很多提示给大家呢 就是希望呢 就是大家呢 就是可以呢 早点察觉到 而去到 及早医治 就是去治疗 而不是呢 就是说等到呢 烂了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才去的 刚才就算是很简单的说 或者说 啊 口有那些口味啊 口臭味啊 那些时候 那可能就是 你有只猪牙咯 那便早点去搞定它 不等到它呢 痛到你什么时候 才是去去处理 那些事情 那样了 那今天我们那个的 多谢袁先生 和我们分享了 一个的一些的 很基本的 一些很我们尝语到的 那些的情况之下 而是给我们自己呢 是其实身体 是发出了一个警示 给我们要去处理 这些问题的了 好 今天呢 谢谢袁先生 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 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打以下的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那如果在海外的听众 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 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 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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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